一个比较深奥的话题,也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。很多人都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,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一样。中国人不管去到世界哪里,他的身上都会带有一种中国人的气质,让人一眼就能认出,这是中国人。那么,中国人身上都有哪些特质呢?这些特质是优点还是劣根性呢?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来说说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到底什么人最能看懂中国人的特质?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呢,还是外国人呢?有的人说,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,外国人评价中国人的时候,总免不了要戴上有色眼镜。 但反过来看,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,想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,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民族的缺点,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而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,自然就无需考虑太多。用我们的古话说,就是当局者谜,旁观者清。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,来聊聊中国人的民族性。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叫阿瑟。亨德森。史密斯,中文名字叫明恩普,是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一名美国传教士,应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54年而著称。 有人可能会问,在中国的传教士有那么多,为何要单独说明恩普呢?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的经历。明恩普于1845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,22岁时从大学毕业进入神学院。1872年时,明恩普来到中国,先后在天津、山东等地从事传教育、救灾等工作。 1880年后,他定居在了山东省西北部的恩县庞家庄,从事于农村布道、医药、慈善、教育等事业,并且在山东农村移住就是二十多年。在这期间,他根据自己在中国农村的经历,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和文章。 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他写的《中国人的德行》。这本书出版于1892年,出版后,引起全世界的注意,在国际上反响强烈,并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,几乎成了当时洋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。 明恩普不同于来中国做生意的洋人,由于他常年生活在农村,深知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民间疾苦,所以他写的内容更加符合现实。 1900年时期,义和团运动开始兴起,义和团的发源地刚好就是山东农村。而明恩普就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,也是受害者。后来跑进北京使馆避难,才躲过一劫。 义和团风波过后,他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,发表了一本书叫《骚动中的中国》。1906年,明恩普回到了美国,为教会募捐运动,在美国各处奔走抢眼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明恩普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。 同年的3月6日,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明恩普在白宫午宴。在宴会中,明恩普向罗斯福建议,将2000万的庚子赔款推回给中国,并用在与中国有益的事业,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。 罗斯福听完他的话之后大受感动。在这之后,罗斯福又特意读了明恩普写的书。最终,罗斯福决定听从明恩普的建议,将庚子赔款的一半退还给中国。 1908年,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,共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。作为自助留美学生之用。 于是,清朝政府就用这笔推回来的钱,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,简称清华学堂,而这所学校便是清华大学的前身。 明恩普将庚子赔款退还的事办完以后又返回中国后,常到各省去考察。 他于1932年8月31日在美国去世,享年87岁。明恩普的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中国,在那个年代的西方人中,属于为数不多的先驱者。 他在经历义和团运动后,还能为中国教育做出巨大贡献,也算是一位以德抱怨的传奇人物。 说完明恩普的经历,我们再来说说他写的中国人的德行这本书。 当时这本书在中国是不受知识分子待见的,因为很多中国人都觉得,这本书恶意辱华。 不过这本书却得到了大文豪鲁迅的青睐。 鲁迅认为,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,因为明恩普的书写得非常直白。 书中很多内容,都是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奇怪之处,和中国人身上的一些毛病。 属于鲁迅一直以来最爱研究的民族列根性主题。 接下来我就挑一些重点,来给大家讲讲明恩普的这本书。 当然明恩普作为一个传教士,也有他的认知局限性,他所说的也不一定全对。 但这本书能够成功,并且得到很多名人的推荐,说明他的内容还是非常有价值的。 所以下面的内容可能会比较直白,至于心灵脆弱和担心辱华的观众,请谨慎观看,回避最好。 我们先从表面上来说,明恩普觉得中国人外表都很相似,就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 中国人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,双眼呆滞无光,所有人都是统一的辫子,统一的服装,统一的表情,几乎没有任何个性。 不过说到内在特质。 明恩普认为,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,那就是中国人非常勤劳。 他说,在中国几乎很少能见到闲人,好像每个人都很忙。 关于中国人的勤劳,明恩普中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。 比如中国的车夫,通常为了几美分的报酬要跑几十英里。 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一辈子都在考试,中国农民的工作就像家务活一样,永远也干不完。 中国的店铺总是早早的就开门了,却迟迟不关门,甚至就连中国的皇室也很勤劳。 中国皇帝上早朝时,欧洲各国的皇帝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。 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自然的,可是西方人却无法理解。 他还举了个例子说,欧洲人在黄浦江边建了一些高楼,然后在里面做买卖。 每天早上在欧洲人还没有动静时,中国人就已经出现在街上。 几个小时之后,中国人已经把半天的工作都忙完了。 而直到这时,西方人才慢慢地来到市场上。 不过,明恩普虽然夸赞中国人勤奋,但他却发现中国人所付出的劳动,并没有得到等价值的回报。 因为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处在极端贫困的境遇当中,属于勤能致富的反面例子。 当时,中国人到底有多穷呢?明恩普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。 他说,中国人食物非常匮乏,基本上就是大米、小米和一些蔬菜,豆类品种相当有限。 在外国人看来,中国人吃的很多东西都低劣的,几乎无法下业。 还有些西方人不吃的东西,中国人也拿来吃,比如死掉的牲畜和狗之类的。 明恩普说,一个中国人每天在饮食上的花费只需要两美分,即便是美国最持平的人,每天的花费都比这多几十倍。 不过,中国人有精湛的厨艺,可以把很差的食物做得非常可口。 这一点也让明恩普非常赞叹。 明恩普认为中国人对于生活品质基本没有追求,比如中国的衣服没有口袋,中国人从不穿睡衣和衬衫。 中国的衙门还没有美国的监狱暖和,中国人睡觉的时候,从不在意拥挤和噪音。 中国的穷人非常能忍耐,只要还有一口饭吃,就不会抱怨。 对于中国的穷人,明恩普是这样描述的,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很大,智者和愚者的分化也很明显,他们鱼龙混杂地生活在一起。 那些贫困无知的人,眼界就像是井底之蛙,只能通过狭窄的井口看到一点光亮,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思绪必然混乱。 这些人几乎没见过,距离家门十里之外是什么样子,他们不清楚外界人怎样生活,连人类本能的好奇心,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。 也许有些人知道,有个外国人住在一里之外,对于这个外国人是谁,从哪里来,要做什么,他们从来没有打听一下的想法。 他们除了维持生计的本能外,对其他东西似乎都没有任何兴趣。 通过明恩普的描述,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中国人生活有多困难,和西方人的生活相比,有天壤之别,因此也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,为啥中国人那么勤劳,却始终过着艰难贫苦的生活呢? 这里我来给大家稍微做点解释。 中国老百姓过去一直很穷,是因为中国人从两千多年前开始,就一直在小农经济中不停地内卷。 那么,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出现的呢? 很多观众应该都听说过一个说法,那就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实行秦制,而所谓秦制则来源于法家思想。 中国的秦汉以后,就一直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体,也被称为外儒内法。 其核心逻辑就是强国若民,主要做法就是让民众急愚昧又贫穷,这样他们才会臣服于权力,国家才能因此强大。 法家说,要让老百姓每天挣扎在温饱线上,这样他们才不会胡思乱想,每天干活才会认真卖力。 那是一种完全围绕着皇权利益而制定出来的制度,除了君主以外,所有的人都是割完还能再尝的韭菜。 而儒家思想则解决了皇帝权力合法性的问题,还教导民众要向皇权下跪。 于是,中国人就在这种强权的压制下,永远挣扎在温饱线。 然而,法家思想的毛病也非常明显,若民在某种时候可以方便统治,强的是皇权,但无法强国,不然大清朝也不会这么若气。 中华文明也不会落后于西方文明。 制度原因,很好地解释了老百姓为何鸡贫鸡弱,但那也只是中国文明落后的其中一个因素。 秦始皇的制度可以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,生生不息,这就说明中国有这种制度生存的土壤。 换句话说,就是秦始皇这套制度最适合中国。 或者用某个公众明星的话说,就是中国人必须得管。 我们先不管这个结论是否正确,既然说到了中国人必须要强权管理,那么中国人这个民族本身,到底有哪些问题呢? 对于这个问题,明恩普在书中是这样说的。 首先,他认为中国人虽然勤劳,但却明显缺乏一些东西,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诚信。 明恩普在书中说,中国人不说真话,同时他们也不相信真话。 想在中国人口中得到真相是非常困难的。 谁都不敢说自己在中国人那里,完全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。 有的中国人总是口头上答应,但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。 这是中国人的虚伪和注重表面的一种表现。 两个中国人做生意就是相互欺骗,欺骗成功了,生意也就做成了。 这两人的关系,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铁刷,遇见铜盆,中国很多店门口都挂着货真价实,铜锁无欺这类的招牌。 但实际上到处是假称假尺,各种各样的假货,甚至还有假钱币。 这些现象在中国早就司空见惯了。 如果我们不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说话,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是性情中人。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佛祖一样弃定神贤地面对事情,并且时刻保持自己的风度的话,中国人就会觉得,我们可以随便敲诈。 其次是没有公德心。 明恩普在书中是这样说的。 中国人对公共财产,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,还总是想着将那些公共财产据为己有。 很多人会去偷城墙上的青砖,铺露的石头。 最夸张的是,有一个港口城市,一座外国人墓园,围墙上的砖被全部挖走了。 就连京城的皇宫里都经常发生了盗窃案,有一次在紫禁城某个宫殿上的铜瓦大量被盗。 这宗窃案曾轰动一时。 城市的生活是惬意舒适的,但城市道路却因为街边杂七杂八的货摊,而变得十分拥挤。 一些商人把马车停道路的中间装卸货物,还有些农夫将砍倒的树直接横在道路上。 他们完全不管其他行人,只顾自己,除非皇帝驾临,否则小贩们不会将国摊移开。 而在皇帝离开后,小贩们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邀和叫卖。 中国的很多城市街道两旁都摆满的东西,各种手工艺人都在路边支起零食店铺,杀猪的,理发的,做木工的,卖小吃的。 甚至有些女人因为自家院子太小,就把被褥挂到大街上晾晒。 在中国,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摆在街上。 关于没有公德心的事情,明恩普说的其实并不夸张。 在过去老百姓偷城墙上的砖,这种事确实普遍存在。 就跟我们今天有的人偷井盖,偷电线一个道理。 这是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当中,普天之下莫非网土工价的东西都是皇上的,不拿白不拿。 至于公共设施坏了怎么办,人们会想,这是自然有衙门管,用不着自己操心。 这也是儒家思想里的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。 除此之外,明恩普认为,中国人还普遍缺少利他思想。 明恩普的书中原话是这样说的,在西方,一个人走在路上,路过的货车,若是有空位置的话,很有可能会在他一程。 但是在中国,一个人走上几百公里,也不会有这种好事发生。 在中国旅行感受最深的一点,就是陌生人很难得到别人帮助。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真事,一个好心的外国人,想要在中国也实行西方那一套。 他坐着马车走在路上,见到一位步履艰难的中国老太太,便邀请他上车,马车停了下来。 当那位老太太明白他的真实意图之后,竟然觉得自己遭受了莫大的羞辱。 什么也不过一下子躺到地上一边打滚,一边非常生气骂那位试图好心帮他的外国人。 除了缺少以上几点美德之外,明恩普还说了一些中国人身上,让他难以理解的特质。 首先,中国人互不信任,相互之间总是猜疑防备,这一点,在海外的中国人应该是深有体会。 人们常说,中国人在海外最应该防备的就是同胞,因为中国人专骗中国人。 明恩普在书中说,中国每个城市都要有墙,老百姓住处周围也要有墙和围栏。 这在西方几乎很少见,中国人对外地人抱有偏见,所以第一次到某个地方的外地人,在当地人眼中,基本上都会被视作坏人。 外地人不管买什么,都会比本地人贵,本地人坑外地人属于全中国统一的潜规则。 南方人到了北方,会被称呼为南蛮子。 同样,北方人到了南方,会被称作北老,也就是南北两边的人都觉得对面的人是野蛮人。 值得一提的是,明恩普对山西人评价很高。 他说,中国最厉害的银行家都是山西人,可谓中国的犹太人。 但即便如此,山西人在中国各地还是受到鄙视,头上被安加了不少外号,都是带有侮辱性的。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。 当然,中国人既然对自己人都不信任,对外国人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 很多洋人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,会干一些扶贫扶弱的事,比如收养中国人遗弃的女婴等等。 但当时洋人却认为,洋人传教士都不怀好意,他们怀疑洋人收养西饮是为了吃小孩,怀疑洋人会给中国人下毒。 比如,义和团运动的起因,也是出自对洋人的不信任。 你若翻翻一盒团前后发生的那些教案,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教案都是中国人理亏。 明恩普认为,西方人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值得中国人学习。 但中国人虽然对洋人的东西感到好奇,却对西方的科学、医学等技术原理毫无兴趣。 中国人更乐意享受成果,而不想采纳方法。 一些中国学者很清楚,中国比起西方是多么落后,但他们认为西方所谓的科学和数学,是老祖宗早就留下的东西,只不过被西方人盗用发展而已。 说完互不信任,我们再说中国人的另一大特质,那就是绕弯子。 明恩普对于中国人爱绕弯子的特点是这样描述的。 熟悉中国人的外国人,都会有这样的发现,只听中国人讲话,几乎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。 就算这个外国人中文讲得再努力,甚至对中国的俗语方言也十分了解。 他也未必能明白中国人内心的想法,想与中国人交流,除了要对汉语十分精通外,还要有很强的推理能力。 当然,无论这个外国人的推理能力多么突出,他仍然会经常推断错误。 因为推断和理解能力始终是有限的。 对外国人来说,用最简单的方式看清真相,已经变成一种习惯,但中国人却正好相反。 以上是明恩普对中国人爱绕弯子的描述。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点,解释,中国人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,无疑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本,还让许多中国人有了一个思维惯性,那就是永远不会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。 比如一加一等于几这个问题。 在一个理性的人看来,一加一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二,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,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 有的人会告诉你,一加一等于十一,还有人会告诉你,一加一等于亡。 还有的人会觉得你问这个问题,就是在侮辱他。 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,就有了各种各样复杂的解读。 但就是没有人去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,了解近代史的,应该都明白,中国近一百多年来,基本上所有的灾难,都是因为不能实事求是。 比如1960年的母产十万斤,2019年底的疫情,比如2023年的洪水说完绕弯子。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特质,那就是末世标准明文谱对于中国人末世标准的特质,是这样解释的。 计量标准的统一为西方人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保障。 可是,中国的计量标准却做不到这一点。 对于一个事物,只要是存在双重标准,西方人就会觉得烦恼。 可是中国人却认为,这根本不算什么。 在中国货币、横气、尺度等都存在两种标准。 中国的各种度量标准都很混乱,在不同的地方,斗的大小也是不同的。 除此之外,随意制定标准的情况也很常见。 就拿盐业专卖来说吧,一斤居然等于12两,购买者掏了16两的盐钱,可是得到的盐却只有12两。 这一做法不仅是公开的,还成了行业内默认的做法。 据说,这一做法并不算欺诈,而是百姓们都熟知的盐业买卖的老规矩。 类似的钱规则在土地丈量中也很常见。 一亩地在一个地区还算作一亩地,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,也许就只能算作半亩了。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,所以难免会出现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。 做秤的人在街上寻找客户。 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,在秤杆上相上不同的秤心。 于是任何一个生意人,都至少拥有两种秤,他们分别是用来买东西和用来卖东西的。 其实,明恩普说的末世标准现象,在当今中国仍然十分常见,很多做生意的人应该都知道。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,基本上每个行业都有一套标准,一个游戏规则。 大家基本都愿意尊重这个标准,于是行业会良性发展。 而在中国虽然也会制定一些标准,但大家基本都不遵守。 比如什么食品安全、劳工制度、版权、著作权等等方面都是如此。 久而久之,我们就发现中国人不管干什么行业,都能把一个行业给迅速干费,然后进入恶性循环。 说完末世标准,接下来就要说到鲁迅最常说的中国人一大特点,那就是冷漠和麻木。 明恩普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,他说,在道光皇帝驾崩那年,一位洋教士在茶馆看到一群中国人在聊天。 洋人对皇帝驾崩之后,哪个皇子会继承皇位十分感兴趣,于是就问在场的中国人,谁知道皇上的哪个儿子会继位,新上任的皇帝会有怎样的政策,结果,在场的中国人抽烟的,抽烟,喝茶的喝茶,完全不理会那个洋人。 中国人的冷漠,让洋人很不舒服。这是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拍拍洋人的肩膀,有些嘲讽地对他说,这些是大臣们管的事,老百姓操这心干啥,周围的人也随身附和。 明恩普在书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。 他说,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,一路上到处都是给洋人帮忙的中国人。英国军队在山东买了骡子,还从香港过来。 很多中国人来做苦力,天津和北京通州的官员,答应英法联军只要不骚扰他们的城市,联军所有需要的东西,他们都会提供。 可见,当时的中国人对待国家的事情基本不怎么关心,人们对于很多国家大事表现得非常冷漠。 当然,这也是因为中国人在长期的强权压制下,并没有多少谈论国事的资格。 于是久而久之,大家对于国家大事就会十分冷漠。说完这么多民族性的问题,必须要说说这些问题的根源。 其实民族性就是人们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,而产生的共同特质。 而过去中华文明当中,有一个很大的毛病,就是迷信。 明恩普在书中说,中国人的迷信表现在无神论和多神论的融合。 中国有句古话叫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 这就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,在中国能一统天下。 我们先说多神论,准确来说,中国人并不完全信奉某一个宗教或某一个神。 大部分人信神是觉得神可以带来某种好处,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信仰。 儒教、佛教、道教在中国都混在了一块,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今天求佛,明天求道。 但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当然还是儒家。 不过儒家和儒家思想还不太一样,儒家思想说的是道德伦理,是一种类似于角色扮演的生活方式。 而儒教说的世界天地祖先,以及孔圣人的崇拜,儒家思想在劝人向善方面有一些可举之处。 但问题是,他们坎较高,最起码你要看懂《四书五经》,知道孔子的原意是什么。 由于中国老百姓当时九成以上都不识字,所以他们接触不到真正的儒家思想,因此,真正信奉儒家思想的,一般都是文人官员,属于上层社会。 而普通老百姓只能接触到,儒家里面那些僵硬肤浅的东西。 比如说处处遵循礼节,把礼变成了一种僵硬的教条,用复杂的礼数给人分等级。 再比如笑,就是要传宗接代,孩子一出生就欠着父母的债,所以要穷极一生来还父母养育债。 最后孩子沦为了父母的奴隶。 明恩普认为,儒家的教其实就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。 在祖先崇拜中,已故的先人扮演了神灵的角色,这也导致人们的思想始终被祖先禁锢。 除了祖先崇拜以外,中国人还崇拜自然。 古人相信天地、山水以及各种会飞、会跑的生物,都是神灵的化身。 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,都是很原始的信仰。 这种信仰在韩国、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十分常见。 至于佛教、道教,在中国则更像是辅助,中国人一般遇到大的变故,才去求神拜佛。 而以上这些祖宗崇拜、自然崇拜、敬神、拜佛等都是基于多神论。 那么无神论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玄学,也是直到今天都对中国人产生深刻影响的东西。 中国古人的一切行为逻辑,基本都是基于玄学。 比如说《易经》这本书,被誉为是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首,它的成书大约在西周时期,距今已有三千年。 古代中国人认为《易经》可以解释时间万物,儒家道家接受其影响,历史上很多朝代的国号,年号都来自《易经》。 比如元朝的国号来自《易经》中的大灾甘元,明朝的国号取自于《易经》中的大明史中。 然而神奇的是,《易经》这本书从过去到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能看懂。 因为这本书是古人用来占卜的,所谓占卜也就是预测未来,趋利避害,最终达到天人合一。 这就是所谓的玄学。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,都建立在玄学的基础之上。 中国古代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归纳为玄学,包括中医、算命、风水、星象、巫术。 没人能系统地解释这些东西的原理到底是什么。 说起来都是老祖宗的智慧,高深莫测。 在玄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天命,中国人非常相信天命。 人们经常会说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五十之天命,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 这种说法和西方的上帝论非常相像。 但是在核心思想上,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。 对西方人来说,上帝是具体的存在。 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,所有事情都是上帝安排的。 而中国人所谓的牵纸的是一种朦胧模糊的东西, 他不是一个人,也不是什么神仙之类的。 中国人眼中的天,所指的是人的命运。 明恩普认为,迷信所造成的问题有两方面, 一方面是各种信仰太过混乱,人们太过于轻信,导致没有秩序。 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道德品质,会因为迷信变得很低。 那么中国人的迷信和西方人的基督教,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 为何明恩普说,迷信会让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变低了? 首先,祖先崇拜自然,崇拜,敬神,拜佛等等,这些行为都有一个特点。 那就是相信神能为自己带来好处,而玄学则是为了趋利利害,天人合一。 也就是说,不管是无神还是有神,中国人主要考虑的还是自身满足。 除了佛教以外,并没有涉及到生死和灵魂。 按孔子的话说,就是为之生焉之死。 中国的广大地层因为受教育程度低,再加上迷信,所以人们只考虑自身满足和区域利害。 这样道德品质自然就会随之降低。 而基督教最主要表达的就是人应该有自我意识,人类有灵魂,灵魂由上帝创造且是不朽的。 西方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肉身满足,还要跟随上帝的指引和自己的灵魂。 这就是明恩普认为,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区别。 以上便是明恩普书中,关于中国人的主要描述。 最后,关于晚清时期的社会现象,明恩普也写了很多,受篇幅影响。 我在这里就简单给大家说说。 首先他说中国社会极端守旧,中国人总是抱着老祖宗的那些思想不放。 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程度,甚至不如西方十字军东征时代的人。 中国人不喜欢迁徙,因为老家有祖坟,很多人一辈子甚至没出过自己村子。 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是像植物一样生长在土中,开花结果,最后凋零。 在这片土地上,每个中国家庭都固守在自己的祖先,所选择扎根的地方从来不去改变。 对于那些喜欢流浪和冒险的西方人来说,这样的事实是他们没办法理解的。 中国社会几乎处处都是裙带关系。 当然,这是宗族社会所产生的结果。 中国社会中的女人没有任何地位,结婚以后就成了婆家的奴隶,经常被婆婆虐待。 假如碰见灾荒的时候,妻儿就成了累赘,这时候男人就会选择卖老婆孩子。 女人只有生了儿子,以后,境遇才会稍微好点。 此外,明恩普还提到,中国社会对年轻人充满了恶意,把最重最累的活都留给年轻人做。 仆人越年轻,干活越重,经常有孩子会受不了压迫而离家出走。 对于这点,我个人认为这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弊端。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,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让人活着,只是为了一个角色扮演。 什么是角色扮演呢? 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,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你。 西方人相信人人生而平等,而儒家说的是人人生爱就不平等。 儒家的五轮级君臣,父子,夫妻,长幼,朋友这五个人轮关系中,只有朋友关系,才能算是平等,其他的都是上下级关系。 于是,中国年轻人就处在这样一个处处压抑的环境中,在这种环境下,就算牛顿,爱因斯坦投胎在中国也会被埋没。 说到这里,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弊病很多。 我们常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,但古老的东西并不一定全是好的。 今天我们很多国人在嘲笑印度人,用恒河水和牛粪来治病。 殊不知,在中医里面,类似的东西也比比皆是。 在外国人看来,古代中国基本上就跟古代印度没啥两样。 当然明恩普说的只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人,他作为一个外国人,也不可能非常全面地认识中国。 但那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的视角,来供我们解读历史。 至于他说的有哪些对,哪些不对? 这个问题大家忍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 客观来说,中国文明并不是一无是处,比如诗、词、歌、妇、画等,很多东西都值得发扬和传承,但也要正是其中的一些问题,这样中国文明才会进步。 毕竟说老祖宗伟大的人有很多很多,但又有多少人愿意去秦始皇时代修长城。 谢谢大家,记得关注。